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遵守方面,他们都享有着超国人待遇 说句玩笑话,只要贵为蒙古人,那时走遍天下都不怕 其次是色目人 按现在区域来说,就是西北人 当时囊括了还有少数的契丹人 他们的实力虽然赶不上蒙古族,同样不可小觑 能加入这样的团队,是不少人的梦想了 再者就是汉人 当时范指的是淮河以北玄元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族 还有位比较征服教导的云南人 以及最后的四川汉人 汉人数量最多,分部最广 也让原统治者最放心不下 最后是男人 范指被元朝征服的南宋境内各族 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劣 当时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 最多就是仗刑,然后赔点钱完事 若是汉人打死蒙古人 那就摊上大事了 行凶者立即判死刑 家产充公,亲戚朋友也难以消停 要共同出钱给予蒙古人赔偿 鼎盛时期,蒙古人打死汉人 杖刑都可免除 赔给死者一头毛驴即可 展开全文元文宗称帝时 有个教 伯延的丞相更是心狠手辣 要求汉人,男人手无寸铁 被蒙古人,色慕人欺凌 还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哪怕是把做饭的菜刀 都有蒙古人管理 多户老百姓共用 所以,造王是地道的蒙古人 为了能顺利做饭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 老百姓还要给管菜刀的蒙古人送上丰厚的礼物 这也是祭造的另外说法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彼时,全国各处到处举行声势浩大的农民集议 三十八